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蜜蜜 蜜蜜信画馆是我个人频道的一次全新尝试 用来细细解读于品味我喜欢的影视作品 今年母亲结识,胡军儿子胡浩康的近照登上热搜 7日的霸总少年康康重新回到大政事业 刘烨的女儿妮娜的舞台表演照也收获了不小的关注 这两个信号组合起来,不由得让人再次想起胡军刘烨这对师兄弟CP 以及他的缔造者,蓝宇 没想到过去20多年,网友还在各种综艺活动 以及采访中挖掘着军业CP的糖分 作为享受糖分滋养的一员,我必须要为大家介绍 这部中国同志题材音史上可圈可点 甚至是空前绝后的电影,蓝宇 该片由关锦鹏知道,张永宁制片,胡军刘烨主演 上映于2001年11月22日 首映20周年后于去年在中国台湾重映 该片获得了第54节嘎那电影节 一种关注单元一种关注大奖的提名 并斩获第38届金马奖的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 以及最佳剪辑和观众票选的最佳影片 共五项大奖 并在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等六个奖项上 获得提名,收获颇风 蓝宇改编自小河的网络小说 《北京故事》 由于导演关锦鹏与编剧魏绍恩 对原小说进行了幅度不小的修改 本视频以电影情节为主 看过小说的朋友们可以在弹幕和评论中进行补充 电影开始于一段独白 那天早上你走了以后 我一直为你旋着心 一直觉得你仍然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男女走后那天早上的碎片重现 虽说是倒序开头 但此刻我们并不知道故事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 男主之一的陈汉东是试之过意的公司老板 留恋于声色全马的歌舞厂 男女通吃 在一个平凡的酒局上 截胡了本来要介绍给别人的蓝语 蓝语 本片的另一男主 建筑专业在读的贫困大学生 靠卖身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两人的初次见面笼罩在一股奇妙的氛围中 一方沉着老练 深安门道 一方却坐立难安 懵懂无知 这场交易开始于身体 却结束于一个绵长且激烈的教学师深吻 这一吻 终生难忘 镜头一转 来到了新年之前的寒冷血液 汉东在街边偶遇了匆匆而过的蓝语 简单的寒暄过后 我们读知 这四个月间两人并没有见过面 汉东笑着含糊答复 对他而言 蓝语只是用钱能买到的商品 是一种消遣 蓝语却把四个月铭记在心里 因为对他而言 汉东是带给他很多第一次的矛盾集合体 汉东看蓝语衣服长的怀 脖子空空动得直发抖 便替他围上了自己的围巾 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他再次向蓝语发出邀请 从这里开始 气氛变得欢快起来 言语从声色的一问一答 变成了带着情与爱的挑逗 汉东不断地抛出新的事物与议题 蓝语逐渐掉进好奇的漩涡 两人在问答之间变得熟悉 有了恋爱的处形 新年第一天 两人在酒店房间里 轻尼地打闹 拥抱 蓝语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害羞躲闪 变成了撒娇与扭泥 他坠入了爱河 汉东给蓝语买了格子衬衫作为新年礼物 蓝语对着镜子比凉 开心地像个孩子 画面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 店员一声 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 两人在此期间建立了固定的金钱交易关系 汉东也经常带蓝语出入各种高级饭店 带着汉东围巾的蓝语解释来迟 是因为坐了公交车 还说把汉东给的钱全部存起来了 汉东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没钱了 可以问蓝语借 使之一语成衬 这句话为后续情节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缺钱的蓝语从汉东这里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但他没有大手大脚的挥霍 而是继续兼职家教维持日常开销 汉东给他的钱早就超过了基础的货币意义 变成了带着汉东标记的特殊礼物 一种介于单纯交易与感情之间的混乱产物 而感情是要好好珍惜的 也难怪蓝语面对汉东的反问时 不敢直视他的双眼 只是默默承认 像之前承诺的那样 汉东开车去大学接蓝语 在篮球场遇到了一个身材健美的跑步青年 梧桐落叶前的一抹红色身影 是汉东与蓝语关系中即将出现的不和谐音 一样拉近距离的反问 同是红色的围巾与背心 烟与车的可套 匆匆收尾 我在等我弟弟 你弟弟 蓝语坐在副驾时 着急地吃着毛栗子 被问起为什么这样火急火了时 他不小心说漏嘴 工地挺忙的 还没来几十万呢 对话也从评价他们介绍认识的刘征 不知不觉来到汉东的问句 那你呢 你拿我当什么人啊 蓝语不敢正面回答 只能用问句回答问句 我没拿你当什么人啊 妄图结束突如其来的尴尬 汉东不满意这样的回答 继续追问蓝语为什么不告诉他工地打工的事 蓝语说他担心他不高兴 这句话显然触到了汉东的底线 他试图用自己游戏人生的态度 撇清语蓝语的关系 你听我说清楚了 咱们俩认识呢 算是挺有缘的 但是不可能一辈子这样下去吧 我和你在一起 全凭自愿 合得来呢就在一起 感觉不好也就算了 我感觉挺好的 也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继续挑拨着两人之间不对等的脆弱关系 蓝语听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胆怯地问 我们还没太熟吧 汉东说 好像还没有 然后把蓝语揽入怀中 在他耳边摩擦 问他有什么牌子的洗发水 张锦的工衔 就这样被汉东轻挑地松解 回到了以往松弛的状态 大年夜 汉东以朋友弟弟的名义 带蓝语回家过年 汉东妈妈拿出了珍贵的斗彩悲剧 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汉东的弟弟妹妹 也没拿蓝语当外人 家里活泼友好的热闹气氛 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闲聊时 汉东的妹夫大宁 听说汉东生意越做越大 不由地提醒他 身后有欲望缩手 眼前无路讲回头 汉东听后笑了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谁知 这句逆耳的劝告 也成了本片的第二个伏笔 欢快的氛围戛然而止 画面回到熟悉的酒店房间 人却不一样了 是汉东之前 在篮球场上认识的健美青年 汉东熟悉地 用自己的社交套路 送东西说好话与暗示 剑拔弩张之际 蓝语来了 他穿着汉东送的衬衫 系着他的围巾 拥抱住他 却被汉东无情地推开 因为汉东忘记 自己之前约过蓝语了 蓝语看见房间里的第三人 头也不回地跑开 俩人在学业中 偶遇的BGM再次响起 汉东跑出去追蓝语 穿过长长的走廊 最终在电梯前解住了他 汉东为自己的健忘 向蓝语道歉 是换来蓝语略带可惜的一句 从前他为了省钱 都是坐公交车来 大概是经过了过年回家这件事 蓝语单方面天真的觉得 自己和汉东的关系 可以更进一步 对于见面更添了几分欣喜的憧憬 没想到现实的冷水 还是迎面交下 让他无处可躲 本来还略带愧疚的汉东 在蓝语阳怪气的埋怨后 脾气也上来了 话敢话 他在盛怒之际 对蓝语露几下时 除了他之外 蓝语再也找不到 出手如此阔绰的金主 言外之意是让蓝语 不要把自己当成正主 得寸进尺 蓝语的情绪也被点燃了 他赌气要把 从头到尾的钱都还给汉东 电梯门缓缓关上 汉东生气地拍打 这些钱曾经是蓝语的命脉 现在却是唯一能 维护他尊严的东西了 仿佛没有钱 他们之间就不是交易 而是纯粹的感情 然而对汉东而言 不管有没有钱 他都处在上风 主导这段关系 他觉得自己没有付出真心 却也忘了付出真心时的样子 这次不宽而散后 汉东一直心情烦躁 工作上也有诸多不顺 汉东的妹夫来访 通知了八九年六月 最重要事件的处理办法 说他在广场边 看到了当纠察的蓝语 几个月没和蓝语见面的 汉东内心深处 有个东西动了一下 呼拉拉旋转的风扇 吹不散室内凝制的燥热空气 窗外游行起唱和警惕声的嘈杂 彻底扰乱了他的心 他捏扁了烟盒 不知所措地搓着手 是担心 是牵挂 他只知道这是一种折磨 回到酒店房间 蓝语留下的格子衬衫 整整齐齐地叠在柜子里 汉东在房间内夺来夺去 还是放不下悬着的一颗心 他开着车 逆着自行车流上街寻找蓝语 害怕他在广场边逗留 遭遇不测 一个个身影擦肩而过 自行车灯与汽车前灯不断交叉 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孩子 最后精神恍惚的汉东 停在蓝语宿舍门口 期盼能在这里见到他 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惫 如山斑崖下 汉东扶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一只血管纹路倾斜的手 轻轻拍着他的肩膀 下一个镜头 两人在路灯下相拥 汉东紧紧抱着蓝语 像是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 他把自己的头埋进蓝语的进窝 贪婪地闻着蓝语洗发水的味道 与其说是洗发水 不如说是蓝语头发 皮肤 衣服混合而成的一种味道 是蓝语本人 在汉东无言的拥抱中 蓝语撕心裂肺的痛哭 释放着压抑了几个月的委屈与想念 新闻影会的报道是当年那件事的结局 汉东何尝不是狂喜 他在那一晚失而复得 找到了自己失回珍宝的人 也明白了自己的心 主题曲响起 黄品源的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汉东买了辆车作为蓝语的毕业礼物 两人在京郊开车兜风 路旁的枯木在挡风玻璃里忘不到尽头 他们的心情却是愉快的 蓝语跟着哼唱 你的心 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留下 那个结局让我成熟 在汉东的指引下 两人来到一栋刚建好的别墅前 这是他送给蓝语的另一件礼物 蓝语精心装修起了房子 清除了全部的心血 事无巨细 谈话间得知汉东的高官父亲去世 葬礼很是体面 只是老人家最后几年躺在医院里活受罪 两人此时应该明确了交往的身份 住在一起 蓝语也将汉东妈妈称作咱妈 咱妈也好吧 他们的关系似乎不需要那层窗户纸 只有坦然 汉东回起毛主席的葬礼 当时一连哭了好几天 现在父亲的葬礼 他倒反而哭不出来了 他感叹 蓝语高兴地跟妈妈汇报着近况 话语中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没烧嘴角都止不住地上扬 汉东这边则和俄罗斯方谈着生意 他认识了一个专业能力出色 且谈吐不凡的女翻译林静平 段位相当的两人说话 有来有回 从不冷场 你肚子里有俄罗斯人吗 没有 什么人也没有 那我能不能申请 到里面参观一下 申请表哥早已钻地到府上了 你没看见 我这个人忒粗心打意了 一个又一个似有似无的玩笑里 全是风月 汉东看对了眼 觉得林静平是真命天女 要跟他结婚 他把别墅转到兰宇名下 说自己会搬走 看来再美好的爱情 也递不住世俗眼光中的正常人生轨迹 娶妻生子 传动接代 兰宇没有接他的话 说起了自己的童年 说起了别墅窗外转瞬即逝的彩虹 拿相机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兰宇说自己不会再哭等汉东 正如彩虹不会等人来拍摄一样 他这次没有埋怨 只觉得房子还没装修完 两人就分开了 有点可惜 汉东对这份关系坐着总结陈词 你可能不相信 我是真喜欢你的 兰宇回忆相同的话 你可能也不知道 我也真喜欢你 眼里闪烁着不甘与寂寞 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 汉东结婚前夕 兰宇打算离开 离别前夜 兰宇彻夜未眠 清晨他与汉东话不投机 两人再次吵了起来 你喝什么呀 威士忌啊 你吃饭没病吧 无言汇语的 女人都不会喜欢 少得是撞窜 你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呀 对 我不懂 您可是专家呀 兰宇的阴阳怪气 汉东的戏谑与糊弄 让两人的关系 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 加速前进 你要结婚了 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 结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跟老婆这么讲话 你给我听好了啊 我陈汉东可从来没赶紧走过 是我自己赶自己走的 兰宇摔了筷子准备离开 汉东忍无可忍地疯狂落井下石 对呀 提着行李边走边唱啊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说得我难过 要多煽情有多煽情 兰宇被说蒙了 愣在原地 说话呀 汉东又说起房子和钱的事 表达自己付出了很多 兰宇到目前为止应该知足了 兰宇自上次分开后 努力构筑的自尊和爱 在此刻崩塌 放眼望去 断屁残垣间 剩下的只有汉东口中的钱 兰宇坐见自己似的 脱掉了裤子 把自己重新变回商品与消遣 老板喜欢来的那种自知 你说好了 汉东缓过神来 让他别这样 同时给出了最后的温柔刀 你这个人 一想不知道怎么照顾你自己 总是晃来晃去的 发烧得去看 有病得去医院 这是常识 听见了吗 听见了 钱这方面 你不要太省了 汉东越是平静地关心与叮嘱 越让蓝宇觉得难受 虽然我们就说好了 没有必要来 不再联络了 可是 如果你遇到什么歧视 记着千万要来找我 他提起裤子 默默收拾着东西 他用汉东的话自我解嘲 我记着你开始跟我讲过 两个人要是太熟了 都不好意思算玩了 也就是时候要散了 随便要散了 所以老这么想你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少喜欢你一点 免自己到时候难过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想自己保证过 以后 以后再不会 再不会变成伤心了 他说完便掩面哭泣 汉东看着他陷入城内 场景从昏黄的餐厅 转到光线充足的化妆间 一袭白沙映入镜头 是林静平 他们要拍摄结婚照 他在影棚里 与汉东妈妈说着家常 显出事业外的 另一种游刃有余 面对这样谈吐得体 露露大方的儿媳 婆婆哪有不喜欢呢 林静平也很会撒娇 当着汉东妈妈的面 让汉东帮他戴耳环 仿佛在宣示着 对这个男人的主权 他明显知道 汉东与兰宇的事 像是抓住了一条小尾巴 可以以此拿捏汉东 换取相应的事业资源 汉东习惯性地敷衍过去 相安无事 汉东全世界飞 忙着生意 林静平和汉东公司的公款 买房卖房 赚差价 一套又一套 两人婚后生活 像是一切正常夫妻的样子 但缺了情色和鸣的感觉 只有漫不经心 和所达非所问 电话有响过吗 哟 没会儿远 张姐在吗 谁 在哪 林静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贤妻良猛 他有自己的事业追求 觉得生孩子会拖累自己的人生 于是打掉了 他和汉东的孩子 你不明白 我从来没打算过要孩子 你说什么呢你 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已经决定了 生孩子并不适合我 再说我嫁给你 并不代表我一定要给你生孩子 生孩子并不适合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行了行了 别逼我解释了 我够累的了 你累啊 那是因为你太专心了你 而汉东 这个结婚就是为了走上正轨的男人 孩子是他在过正常生活的唯一标志 观念不同的二人注定无法持续这段婚姻 激烈争吵后是一地鸡毛的离婚官司与财产分割 林静平回忆起两人一见钟情后酒缝至几千杯少的聊天 以及那家永远没能去城的餐厅 感叹曾经的感情 那时候你也是曾经喜欢过我的是吧 可是即使再热烈的感情都会被平淡的生活消磨 知之分别 在跟静平的这些日子里 我以为我可以把你给忘了 我以为我是一个可以让女人幸福的男人 与蓝宇重逢是在机场外的停车场 汉冬接电话的时候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他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蓝宇 蓝宇停下脚步 两人隔着一辆车的距离 与陌生人好不到哪去 汉冬艰难地用工作开启话题 话没说完就看到蓝宇回头望向朋友的方向 他问他 是你朋友啊 在得到同事的回答后仿佛松了一口气 他像上次那样问他 蓝宇否定 他再次向他发出邀请 却迎来了一次干脆的拒绝 他依依不舍地问蓝宇要联系方式 莫送他离开 汉冬来到蓝宇租住的小屋 关切地问起了他的近况 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一股静默的冲动 想知道却又不希望获得与内心期待相反的答案 蓝宇说有 可能是他的同学在美国念书 所以蓝宇也想跟着去美国 但也可能只是他随口编的谎言 不想让汉冬觉得自己太软弱 忘不掉他 问题详情时蓝宇不愿谈起 别老说我啊 也说说你 借着花的话题 汉冬回忆起他们的曾经 你还是那么喜欢花 你记得吗 那年我过生日 我一回来啊 依应在咱们房子里摆了一天一地的花 害得我过敏症到跑出来了 结果咱们连夜把花全给扔了 蓝宇说自己不记得了 但在汉冬确信的眼神下 仿佛又想起来了似的 好像是有这种回事 镜子里的蓝宇为了自己的尊严 选择了用谎言来应付 这些事情他怎么能忘 只是逼自己不再想起 有些事情 忘记得好像好一点 汉冬喝了很多酒 抱怨今年水腻 留年不利 蓝宇安慰他 人没事啊 也就好了 蓝宇相互守着礼貌的界限 谁也没有再向前进一步 关系就停在这微妙的暧昧氛围中 蓝宇洗完澡后 叫醒了醉倒在沙发上的汉冬 借着迷离的醉意 汉冬说 还是有那种洗发水的 蓝宇回以相同的句子 还是有那种洗发水 真想抱抱 道出了结婚 这些年斩不断地对蓝宇的思念 蓝宇主动上前拥抱 点到为止 一小会儿就松开了他 你胖了 是对这些年最无奈的总结 两人四目相对 汉冬再次紧紧抱起蓝宇 蓝宇用深呼吸 平复自己的心情 默许了汉冬的爱 多年的局雨隔阂烟消云散 两人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雨声很大 天气预报也构成了背景的那一部分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蓝宇舒服地窝在汉冬怀里 一米宽的小床一点也不嫌挤 只恨不能在上班前再缠绵一会儿 汉冬接电话 得知公司财务出现了问题 大杀将轻 蓝宇出门前 他又苦口婆心地叮嘱 你且小心啊 傻瓜 还说自己最近会忙 蓝宇回眸中出现了习惯性的无安全感 他怕这次重聚 只是汉冬静默许久后的一时兴起 很有可能像之前一样一去不复返 同时他也在汉冬的直言片语中 有了不好的预感 走私 贿赂 非法集资 偷税漏税 汉冬公司这些年赚的钱 并不全来源于合法渠道 身为责任人的他必定要坐牢 他用钱和人脉 帮蓝宇办好了去美国留学的遗应事宜 帮他实现梦想 作为最后体面的告别 自重逢后 蓝宇似乎放弃了出国的打算 看到汉冬这么着急为自己办事 一起上门的警察 蓝宇清楚地明白了汉冬的困境 汉冬公司名下的资产 全部被冻结审查 没有现金有法疏通关系 看哪去搞这三百万现金去 我们左拼右凑的 刘征啊 把房子都给压上了 也就那么一点 前两天让蓝宇听见了 二话没说 今儿一大早就把现金给抬来了 蓝宇 嗯 他没去美国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这个罪可是死罪你知道吗 他要去美国 他也退没心没意义了吧 可他哪里那么不钱呢 听说 把你送他的一个屋子给卖了 加上这几年的房租 还有一笔积蓄全搭里头了 钱花了是可以挣的 人的命啊也只有一条 汉冬听后苦涩的鸣嘴低下了头 自己自私地抛弃了蓝宇 而蓝宇不光没有抛弃自己 还无私地献上这么多年的全部 各种真情足以见得 镜头从看守所转回蓝宇的小屋 众人在此庆祝汉冬挺过难关 雨过天晴 蓝宇和汉冬的妹妹在厨房 边准备火锅食材边聊天 话中透出汉冬已经和蓝宇同居 以及妹妹对这段关系的认可 其实认可并不需要拉横幅式的宣告 只需要把蓝宇当作哥哥最重要的人 自己的家人来对待就可以了 汉冬过来催蓝宇入座 他习惯性地从蓝宇手中接过盘子 两人笑应地一起来到客厅 他们之间的默契又回来了 温暖的灯光映出火锅 不断蒸腾出的热气 充满烟火气的家常 里短与热闹的划拳交响响起 只能这样的温馨能持续到永久 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 雪夜的BGM再次响起 有了前面的经验 这次应该也不会有好事发生 汉冬问蓝宇 自己是不是打扰了他原本的生活 蓝宇不知可否 只是盯着汉冬睡衣胸前少掉的一颗扭扣 两人嬉笑着快乐着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当初的热恋 蓝宇自问 我是不是有病 我怎么可能真的喜欢你 汉冬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扶着他的肩膀叹了口气 他们都病了 病名为爱 从这里开始 DVD完整版中加入的供应版 没有的两段戏 一是洗澡部分 二是公元部分 你知道吗 在狱中这几个月 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情 我跟你是天生注定得走在一起的 我很高兴 汉冬彻底想明白了自己对蓝宇的爱 他决定抛弃世俗的眼光 遵从内心想法 认真的爱人 潇洒的生活 他为蓝宇冲掉头上的泡沫 深情表白 知道吗 你那一切一切 我都喜欢 然后亲吻他的眉梢 蓝宇的眼中带着笑意 蓝宇带汉冬去了公园 深冬寒压在干枯的枝鸭间穿行 厚厚的鸡血 冻结的池水并没有让二人觉得寒冷 蓝宇帮汉冬估紧羽毛符的领子 一如他当年为他围上围巾 汉冬兴起让蓝宇唱歌 蓝宇端正正好唱起了国际歌 没唱两句就被制止 转而从头唱起了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蓝宇搓着手 嘴里呼出热气 汉冬也还爱意看着他 全心全意地接受着 此曲中表达的情意 何时才能出现 亲爱的你 好想再见你一面 秋天的风 一阵阵地吹过 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你的心 他们开始合唱 歌声中凝结着二人 纠葛多年的感情 为什么留下 这个结局让我成熟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却没有感动过 蓝宇依在汉冬怀里 二人共同眺望远方 仿佛这辈子也能在这样的 相依相微中走向幸福的结局 镜头回到蓝宇的卧室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作为序幕在影片的开头出现过 倒需让首次出现的不明 所以变成了现在的顺理成章 蓝宇轻轻放下刮胡刀 捏手捏脚地离开家去上班 生怕吵醒还在睡梦中的汉冬 汉冬回到满是灰尘的办公室 一切都重新开始 爱情是 事业也是 汉冬拉开百叶窗 被刺眼的阳光弄得浑身不自在 他今天总是心慌 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说话间一通不详的电话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和所有关于未来美好的期许 汉冬走入太平间 看到台子上盖着白布的蓝宇的尸体 掀开布的刹那 蓝宇苍白的面容毫无生气 一切的一切都在此刻化为泡影 人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这些人 ham réfl начء 他哭号到激进窒息 悲痛到无法站稳 只能蹲下 靠在冰关上保持平衡 那里我会认为到底要死 A 后来汉通每每路过宫地的时候 都会想起来 你知道 这些年北京还是老烟气 到处都在拆呀见呀 每次经过你出事的地方 我都会停下 不过 心里倒很平静 因为总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走 汉冬的车在北京街头几尺 车窗外是立交桥坚实的骨架 与栅栏空隙中一闪而过的街景 那首歌曲的前奏再次响起 为这段感情画上了遗憾的休止符 最后的慢镜头 是二人在蓝玉小屋里的第二次拥抱 歌词固定在 角色切换了 现在是汉冬在原地无助的思念 而他想到那个人却是再也回来 影片中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 也有不少重复出现的异象 与人深思 接下来我会细细解读 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影片 过年 影片中出现过很多标志时间的镜头 尤其是过年 有汉冬跟蓝宇说新年快乐 年夜饭 电视里的春晚 用这种方式表达 把时间流动较为自然 不会有很重的叙事感 也没有黑屏字幕带来的分割感与片段感 让时间线较长的故事更为流畅 镜子 镜子在蓝宇这部电影中 是非常重要的表达工具 我大致归纳了以下几种用途 一 空间扩展 镜子反射的场景与现实相结合 扩展空间增加了镜头的信息量 酒店洗手间的穿衣镜 两次都是这样使用的 二 观测视角 镜子占据镜头的大部分 提供了一种新的观测视角 丰富了镜头准备 比如两人第一次交易时 酒窥上方的镜子与卫生间的镜子 表现两人之间微妙且略带尴尬的氛围 汉东办公室的镜子 也从另一种角度表达了他的烦躁 三 实际用途 作为日常必需品 整理形象 蓝宇是衣服刮胡子 林静平拍婚纱照前的化妆 四 审视内心 对镜子是更容易引起人的思绪 进行全面的自我审视 汉东派蓝宇遭遇不测 在酒店房间里交集万分 林静平回首这段婚姻时的无奈 五 构图需求 使画面更加对称 六 口是心扉 汉东回忆往事 蓝宇假装忘记 其实只是掩饰 不想显得自己太在乎 蓝宇问汉东电话的事 汉东让他不要管 装作没事的样子 实则早已大火临头 七 分离玉绍 汉东和林静平激烈争吵之前 看似亲密 实则貌合神离 离婚事才必行 蓝宇出事前的那天早上 被镜子隔开的二人 注定要阴阳相隔 天气与天气预报 片中多次出现了 表示季节或者天气的镜头和声音 一方面在无形中推动着剧情发展 另一方面用天气烘托人物心境 出现过的天气有雪 鼠 雨 还有电视里的天气预报 两人第一次重逢时 天上飘着小雪花 寒冷牵出维维金等 一连串拉近距离的举动 第二次重逢前是在六月初 北京的酷暑被坏掉的空调 和窗外的喧闹 弄得躁热难耐 汉冬发现自己心头的热 是担心和焦急混合的启动 和林静平结婚后 两人有次对话时 天气播放着天气预报 明天有雨 这雨正渗入两人婚姻中 看不见的细小裂缝 最终变成一时留班的离婚 两人第三次重逢后的清晨 窗外的雨细细沥沥 天气预报说寒流来袭 伴随大风 汉冬的公司 也是在这场雨到来之时 出现了危机 DVD版中多了两人 在积雪的公园中 唱歌的场景 他们的关系 在此刻尘埃落定 寒冷俗使他们相拥 共同畅想着未来 雪是拉近距离 增进感情的温和催化剂 与时事物走向 万劫不复的不好预兆 鼠是躁动不安 这些天气共同 构成了影片中复杂的情感 BGM 雪 这段BGM一共在电影中 出现了五次 第一次是两人 即初次见面后的雪夜重逢 第二次是两人在车里 说不能太熟 不然没法玩 第三次是蓝宇装破 逃跑 第四次是汉东与林静平 约会时妙与莲珠的谈话 最后一次 就是两人同居后的一个早上 故事情节在 弦乐小调的 轻轻弹播下 启程转合 张爱东创作的这首曲子 非常符合电影的气氛 闭眼聆听 仿佛置身于血液 呼吸凝成一团 有生命力的白气 雪花一粒粒粒的尖头 也敲击着心口 在灵魂深处引起共鸣 中途 弦乐大调声音渐起 情感轻入 悲伤愈发浓厚 不再像之前那般清明 低声混入 又添了几分诡异 预示了情节的急转直下 有了前面几次不愉快的铺垫 这首歌一强起 都会让人下意识地害怕 后面出现什么不好的情节 果然在最后一次 蓝宇死了 情绪在轰托到最高处后 遗落千丈 非常刺激 也被网易云评论区 戏称为flag之曲 洗发水 洗发水这个异象 也在影片中反复出现 是汉东对蓝宇 隐晦表达感情的媒介 最开始伴嘴后 汉东问蓝宇用什么洗发水 也缓和两人的关系 之后是汉东离婚后二人重逢 汉东闻到熟悉的味道 再次一次作为话题 唤起曾经美好的记忆 最后是DVD版多出的部分 他们一起洗澡 汉东温柔地冲掉蓝宇头上的泡沫 轻柔地拂去他脸上的鱼墨 然后亲吻蓝宇的眉梢 这次 他不再用洗发水做掩护 拐弯抹角的施爱 而是勇敢直接地表达了 对蓝宇的喜欢 洗发水的三次不同种法 对应着汉东在这段感情中的心路历程 起初惊讶地发现 但不愿承认 重逢后感叹沧海桑田与惋惜 再到最后的勇往之前 只可惜人物的成长 并没有换来圆满的结局 汉东还是要在回忆的折磨中 过完这一生 汉东独白 汉东独白串起了整部电影 倒须的开场 让汉东成为了故事的主讲人 为观众威威道来 和蓝宇的相识 相恋 分离重逢 以及最后的胜利四别 与更直接表达自己感情的蓝宇相比 汉东的心缠绕着一层又一层的沙 难以捉摸 起初 玩世不恭的汉东 从不轻易付出真心 给出承诺 甚至很少主动维持和某人的关系 永远在寻觅新的理由 毕竟太熟就没法玩下去 不投入不认真的一方才是赢家 深暗游戏规则的他 不愿更不会把自己的心掰开给别人看 情情爱爱的套话 只不过是直奔主提前的必要过场 独白为汉东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 让他说出了难以面对面倾诉的话语 表达真实的感受 汉东第一次认真 就是深夜去外面找蓝宇的子 他主动拥抱他 撕开了第一层沙 汉东离婚后去蓝宇家 他喝醉了 在蓝宇紧尊安慰的双臂环绕后 他再次紧紧抱住了他 掀开了第二层沙 最后是汉东出狱 正式和蓝宇同居 他一把扯下阻挡在两颗心之间的全部纱布 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蓝宇 可惜蓝宇还是离开了 汉东的心就这么孤零零的 只能不断回味那些过往 当作蓝宇还在他身边 主题曲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这首歌在影片中一共出现五次 去别墅前车里的电台播放着 蓝宇跟着哼唱 蓝宇很喜欢这首歌 不光因为旋律 还因为歌词是他心境的写照 每一句都像是他金笔写下的 恨不得拿着喇叭在汉东耳边呐喊 蓝宇因汉东要结婚而主动离开 走之前 汉东奚落他 让他提着行李边走边唱这首歌 汉东知道蓝宇喜欢这首歌 但一情别恋的他早已失去耐心 刻薄地嘲讽蓝宇 不要再自我感动了 也许是被汉东伤得太深 蓝宇许多年没再听过这首歌 DVD完整版里 这首歌在两段戏中各出现了一次 两人在浴室合唱 以及在公园合唱 在合唱中 两人彼此交换着情谊 但我已经是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 最后一次正式出现 就是结尾处 悲伤的曲调 肃进中床的歌词 加上背景里唱在建设中的城市 将情绪渲染到极致 故事的余韵在歌曲中盘缓 久久不能消散 后劲十足 这首爱情的绝唱 也彻底变成了 汉东落寞的身影 无无助的难难自语 男语的成功离不开制片的筹备 导演的细腻处理 编剧对原小说情节的改写 剧组工作人的努力 以及两位主演超凡精湛的演技 可以说 替换了其中任何一员 都无法呈现出 我们今天看到的效果 但深究整个故事 和两位主角的性格特点 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爱情线 放在任何性别的两人身上 都是成立的 这种Sugar Daddy 虐恋 一方意外死亡 一方独活的苦情情节 在异性恋剧情片中屡见不鲜 只能说是烂俗又勾血 而放在相对小众一些的同性身上 不知为何多了种 七楚朦胧的美 当然我没有抬高 同性感情的意思 只是单方面觉得 胡君 刘 叶 两位主演 各方面的表现 都增进了故事的可信度 让观众在欣赏的时候 并不会特别注意到性别因素 完完全全被故事本身吸引 再者 我很欣赏片中和谐的社会氛围 相比其他同类型影片 组织会为他们的爱情 加上世俗的不解与压迫 或者同期生活的水深火热 从而上升为一种社会议题 汉东与蓝宇的爱情之间 不存在这样的反作用力 是很自然的 汉东的家人朋友 对蓝宇的态度 就是对这个身份位置的人 最正常的态度 他们并不在乎蓝宇的性别 只把他当作汉东的爱人来看待 爱无即无 这种轻松的社会氛围 更容易让观众聚焦于 主角的感情线 而不是提心吊胆 他们会被人发现 面臨世俗谴责 汉东和蓝宇感情线中 发现自我和身份认同的笔墨 也不浓重 或许是从蓝宇的台词 我就是有病 那么多女同学不喜欢 偏偏喜欢你上 可以看出它的纠结 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金主与原交者之间的激恋 导演似乎刻意模糊了这一部分 没有把对从直到弯的 痛扯心扉的思想转变 加入电影 从而减少观众内心的纠结 这种对同性情感 独树一帜的处理方法 可能也是蓝宇这么多年 仍然广受好评的原因 排除外界因素 我们来专心分析 汉东与蓝宇的感情 从最开始98那场戏 我们知道蓝宇 只是汉东众多玩物中的一个 而汉东是蓝宇的第一和唯一 这样的买卖关系 奠定了两人之间的不平等 可能蓝宇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汉东 但汉东的温柔熟练与阔绰 确实打动了他 而且还带他回家过年 在中国文化中 带对象回家过年 是一种认可方式 虽然没有明说身份 但蓝宇却获得了一种 被认可的感觉 而汉东除开过年不说 情话 礼物 金钱 吃饭 接送 是他的惯用套路 百事百灵 人都无法拒绝 这样带着关心的诱惑 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 提醒蓝宇注意分寸和健美青年的事 可以看出在早期 他对蓝宇还是抱着一种游戏态度 把蓝宇当作一种 钱能买来的消遣 在那个六月初的酷热天气 汉东对蓝宇第一次 有了超越交易的关心与交集 他是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危 害怕发生不合挽回的事 找不到蓝宇的他 心急如焚 心乱如麻 后来在宿舍门前 看到了匆匆跑来 白衬衣沾满屋子的蓝宇 他用拥抱承认了 自己对蓝宇的情感 蓝宇的出现 使两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他们已经准备好携手此生 可汉东却在临门一角的时候 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 这时候于他而言 他爱蓝宇 但这份爱 敌不过普世价值观眼中的正常 他无法打破心中根植的传统观念 汉东依旧掌握了 这段关系中绝对的主动权 他说要分开 他们就分开 对蓝宇而言 汉东是个彻头彻尾的复心人 但他也没有责怪他 仿佛还是处在拿人手短的劣势 只能不断安慰自己 默默咽下眼泪 而当汉东遇到一个 不愿为他生儿育女的妻子 见识到婚姻的本质后 他才明白那种生活 不是他想要的 也不符合他长久以来的人生态度 于是他选择离婚 离婚后与蓝宇的重逢 让他再次不安分起来 有的人会觉得汉东自私 明明蓝宇承受了几年的痛苦 已经快要忘记他了 明明蓝宇也可以遇到 别的对的人过幸福的生活 他却再次肆无忌惮地 闯进了蓝宇平静的生活 丝毫不考虑蓝宇的感受 但这些年对汉东而言 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他也没有忘记蓝宇 所以才会看到蓝宇路过时 毫不犹豫地喊出他的名字 在蓝宇家吃饭 开始时他们客套而礼貌 汉东在酒醉后真情祖露 洗发水的味道 唤起魂前梦盈的想念 蓝宇给了他这个台阶 也给这些年的自己一个台阶 两人再次相拥 宠归于好 这一次他们平等多了 公司的波折 没有影响他们的爱情 反而多了一重患难与共的相濡以沫 汉东帮蓝宇办留学手续 是他最后的交金 他以为自己可以再次 主导蓝宇的人生 给他一个光明的出路 但是他错了 蓝宇早已不再是当年 涉事未深的大学生 而是愿意和他 共同承担一切的社会人 这样的平等和偏名蓝宇 才是相衬的 书役后 汉东戳破了最后的窗户纸 勇敢地诉说自己的爱 两人终于一起生活 重新开始 可惜好景不长 蓝宇的意外离世 让来之不易的平衡 失去了二分之一的砝码 天平的一边彻底沉了下去 这条感情线有始有终 脉络清晰 一波三折 人物动机分明 铺垫层层深入 伏笔前后对应 带给观众沉浸的体验 或许我们没有经历过 这样刻骨铭心的爱 但跟随两位主角 细腻到发丝 且张弛有度的表演 很容易在呼吸之间 将自己带入其中 共同感受起起伏伏的情绪 在大起大落间 设定上也给人十足的亲切感 北京的街景 和带有千禧年时代 特色的室内装饰 人物的衣着语调 电视里播放的春晚 无一不再提醒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相比穿着西装校服 说外语的高中生 和洛基山脉 侧马扬遍的牛仔们 蓝宇更符合我们这一代人 对于城市生活的记忆 也更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真实的故事 还有影片中和主角感情 分庭抗礼的撼动的婚姻 我觉得林静平这个角色 刻画得也很好 她追求事业和个人发展 不想要孩子拖累自己 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觉醒 这种思维也越来越 为当下的年轻女性所追捧 但在影片拍摄的 千禧年时代 以及小说设定的90年代背景 这种前卫的想法 无疑是离经叛道的 当时的社会教育女性 要相夫教子 做贤妻良母 把丈夫和孩子放在自己之前 林静平家庭条件优越 受过良好的教育 精透格语 熟悉西方文化 是非常优秀的女性 她的眼界自然不止于 作为一个妻子母亲 而是靠婚姻 获得相应的资源 实现自己的理想 她和汉东的关系 是完全平等的 从来没有刻意讨好过对方 她大口吃着羊肉 喝着红酒 大方地表达自己 对汉东的感情 大胆地用公司公款 买卖房子赚差价 离婚时也毫不拖泥带水 她比蓝宇勇敢 也可以说在她心里 感情并不是首位的 所以她才能如此冷静地 面对一见钟情 到一粒鸡毛的过程 当然她也不是完全不在乎的 她会碎碎念汉东 从没带她去过 当年说起的那家法国餐厅 但她不屑于 用琐碎的腹肌争吵 消耗自己 只会默默行动 打掉了汉东和她的孩子 总的来说 蓝宇是一部各方面 都非常优秀的电影 不光是该题材的翘楚 更是爱情剧情片的 一次杰出示范 如果你没看过 不妨花上一个半小时看一遍 在共鸣中宣泄自我 如果你曾经看过 不妨再看一遍 品味剧情之外的种种细节 获得新的感动 说完这些沉重的 让我们缓和一下情绪 了解一些幕后趣闻 这篇张永宁 在看过北京故事的小说后 念念不忘 定要拍出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他学过表演 且认为自己非常符合 汉东这一人物的设定 便想亲自出演 可惜遭到关锦鹏导演的反对 胡军的出现 让张永宁觉得 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陈汉东了 才放弃了亲自上阵的想法 张老师最后出演了 汉东妹夫大宁这一角色 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汉东的演员定下后 蓝宇的选角成为了困难 据说张老师当时 面试过赵薇同班的很多男生 这些男生长得过于好看 很容易造成观众 对这一题材的刻板印象 张老师希望打破这种印象 他觉得蓝宇 就是一个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 后来张老师看到了刘烨的照片 加上刘烨在那山那人那狗中 淳朴清澈的形象 和不做多的演技 便当即决定是他 可是由于题材 和只能地下发行 刘烨并不愿意接戏 接了六次电话后 才同意和张永宁见面 见面的时候 张永宁早早地来了 刘烨还迟到了 一番拉扯下 张永宁带刘烨去观景棚的试镜 当场决定由刘烨担任 另一男主蓝宇 据说刘烨拍戏的时候非常投入 第一天就进入了角色 电影有两个版本 86分钟的首映版 和97分钟的DVD完整版 网传的157分钟 超长剪辑版是不存在的 这篇张永宁老师说 完整版只比上映版 多出两个部分 汉东南宇一起洗澡 以及在雪地公园唱歌 一开始张老师觉得 这些镜头不佳可惜 但加上后显得 两人感情戏太过琐碎荣常 于出现无异 他才明白观景棚 当年的坚持是对的 汉东在南宇宿舍门口 拥抱的那场戏 两人的白衬衫和白T恤 让人印象深刻 故事时间设定是在6月初 但拍摄时是冬天 剧组在北京农业大学 扫了一下午的雪 才营造出夏天的感觉 两个演员穿着单衣 在寒风中演完了 这场截后余生后的激动重逢 非常惊艳 蓝宇躺在太平间的戏 是在北京的一个公共厕所拍的 由于影片题材原因 在内地公开拍摄 肯定无法通过审批 场地使用上受到了很多限制 还好大部分是室内戏 电影拍摄的时候 刘烨还在和谢娜交往 谢娜隔着太平间的窗户 看到躺在白布下的刘烨 和哭得稀里哗啦的胡君 自己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顺便一提 影片中汉冬妹妹小红的 扮演者刘芳 正是胡君的棋子 还有很多有趣的幕后故事 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网上冲浪 自己找来看看 说了这么久 终于到结尾了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坚持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蓝宇 或者喜欢类似的电影 能不能帮我点个赞啊 如果有人看的话 我会继续试着用这种方式 解读别的电影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再见